台南走马赖农场的热气球嘉年华现在真的是很热门 光是在年初三已经吸引了两万多人造访 年节出游不少人是西家带卷的 就是要到台南搭这个热气球 但是有不少人呢却失望了 到场排队却哭了空 原来呢这几天因为风太大 热气球它根本就立不起来 所以更不要讲升空了 不少的游客直呼很扫兴 不过幸好呢在今天风势稍微减弱 热气球就顺利的升空 但是游客光排队就足足等了超过五个钟头 要下去了 冲宝器的热气球经不起大风吹 圆湖状的球体明显凹了一块无法升空 让特地来台南走马赖农场的游客好失望 强风一阵又一阵热气球就是无法站稳 游客体验升空活动也临时喊咖 原来一天举办两场的热气球体验活动 初四上午因为风力过大延后起飞 不少游客为了打热气球 从凌晨四点就开始排队 四点 现在就是天后不佳 就没办法飞啊 不是还在等啊 会飞蛮多的 应该还好吧 应该有机会吧 算是没做到啊 有照照相 有照照相 大家快乐在一起比较重要 还好天空赏脸 热气球总算在九点多顺利升空 但算一算光是排队就得等上五个小时 尽管延后起飞 但价格不变 维持在五分钟五百块 大年初三的清晨 也是只载了两百多人 就因为风大停飞 我是从昨天到现在 昨天 昨天有搭过 有上过 可是没有升空 今天才有上去飞 尽管排队搭热气球得花时间 能不能升空得靠运气 但过年走春 游客还是想体验热气球居高临下的感觉 农场光是年初三 就吸引超过两万人造访 如今因为气候问题 让部分游客花了钱 却无法玩得尽兴 也是当初始料未及 追求浪漫帐佩如 探论报道